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出现 疑似瞄了一下 心事而来的大车随后倒地 虽然事后拍拍身体自己又爬了起来 但是驾驶担心是被有心人制造假车祸 到了警局备案 结果掉了监视器 半小时又稍微驾驭 重返男子趴地的路口这是一间超商 骑楼和路面有高低差 当天男子就在旁边喝饮料 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踩了坑洞 往前铺才会跌倒 请把一个85条 妨碍公众网 就从半小王来请胖四伯 来配合调查 警方调查 跌倒的男子当天 并没有开口向驾驶索讨赔偿 应该只是单纯的走不稳 还好没有真的摔在马路上被撵过 但是也提醒民众 行车确实应该多注意 放慢车速 避免纠纷 3D新闻 朱俊杰 朱宇荣 屏東报导